加米粉 糯米粉 加苏打粉 好清潔 你看吧 为什么我都告诉你呢 本来这个是用来使用的 我对你说 如果用来使脚 哇 你意想不到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 因为脚对我们说很重要 因为常常很多泥 污垢很稀 很难清洗 真的很难清洗 因为它带了一种油性的 所以你使的时候 然后这样很简单 不是放水 首先用一点点水就好了 一点点水就好了 弄湿了 加这个就是沾米粉 然后最佳点 缩达粉 加上去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为什么 我们可以清洁的脚 可以预防有皮收 一时皮 污垢很容易 我们三四均还有三感脚 或者一只脚有皮肤边的 如果我们常常大概一个星期清洁一次 哇 真的很清洁 什么污垢都可以弄出来 为什么 你就是这样 不用多水 不用多水 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 一点点水就够了 就捡你 你这么说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用方法 它很滑 没有办法弄出污垢出来的 所以你加米粉 加苏打粉 或者糯米粉 这两种 加上去 哇 真的这个烧果 我没有便宜 你不要用多水 多水没有消力 为什么 冲淡了 就是好像我们将它的污垢全部 撕出来 我听过林家说 用一种米的水 那我穿着米的水 哎哟 麻烦了 每一次使用米 又要很多东西粥 我们没有时间 所以我就想问 咦 不如用针米粉 是不是更快 一样而已 我要空泥中 也是一样而已 对不对 然后呢 妈妈 不妨我自己来看 但那只粥真的很多污垢 我没有时间狠 所以我发明了 这只粥都没有时间狠 直接行艾薇一刷子 我就试点你看 不要收了多水 年轻的 我就最想捉它 尽量在你污垢 尽量在你污垢 拗出来 真的你用什么 方眼或者 屎环那种 洗澡 没办法使用的 因为它很勇 我们就捏得很贤的 所以我比如用一种 将你们用石粥的方法 来使用这个刷 因为刷 你说呢 真的很 而且我那只刷 事都事不干净 后来我用了这个方法 哇 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呢 大概十分钟 好想压一下 可以了 不要煎太久了 现在可以放多水 冲一只刷 我没有听你的 但那只刷子真的很硬 你现在吸着水 哈哈 你看我吸着水 好恐怖喔 然后呢 你看那只刷子 看这衣服 那种感觉 有没有不一样 我只刷子难看 没关系 我只刷你看我的皮肤 以前的肝腺 它 当你洗了之后 所有的细菌啊 譬如说你多点时间啊 慢慢慢慢弄出来啊 弄出来啊 哇 你的脚 好像你的链怎么滑的 哈哈哈 哎 我告诉你 大概一个星期 洗一次就够了 所以你洗了之后 顺便洗一下链啊 洗一下脚啦 哇 这个效果真的 一直把 面前十多年了 哈哈哈 好的 好的 请订阅 拜拜